三男子组团盗墓,挖出不朽女尸,抛弃荒野,一年后盗墓者竟全部暴毙身亡。 标题,复仇女尸,所有盗墓者暴毙而亡。 1994年4月,湖北京门市公安局接到一则报警电话,警察同志,你们快来看看吧,我们村边像是盗墓的,这有尸体。 京门警方迅速集中警力,赶往群众口中的四方乡郭炼村,殊不知,他们到达案发现场后,才真的被眼前的情景惊呆。 只见一具通体骄黑,多数骨骼脱位的疑似女尸被抛弃在旁边的荒野里,考古绝佳赶来紧急发掘室。 几句话将此恶行盖棺定论,抛尸时间至少在一个月以上,基本可以断定是战国时期的珍贵墓葬,但现在全毁了。 那么,到底是谁干出如此人神共分的勾当,这句距今几千年的战国女尸又有怎样的意义? 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订阅我,小豆之带你探索更多神秘的趣味历史。 京畜大地的劫难,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,许多饱受国旗倒闭困扰的百姓纷纷另谋出路,有些人下海,跑去深圳倒腾小商品,有些人择立自当头,走入了致富的死胡同。 而在湖北荆州,这里自古以来就历史悠久,物产丰饶,当地本是战国时期楚国的皇城,多年后则涌现出一大批皇族和世家贵族的陵墓群,有一部分想趁机冒险捞钱的人,就此展开疯狂的盗墓活动。 当年,虽然国家大力发展经济,但是大多数村民的生活条件仍然无法达到自己自足的程度。 所以,有门道,来钱快的盗墓贼便在这里不定期地抱团作案,一旦挖出了什么宝贝,他们就会立即拿到古玩黑市找人验看,物件的品相越好,这帮人能挣到是黑心钱就越多。 在郭殿村土生土长的郭孝平,就是常年参与盗墓的灌手,从小条皮捣蛋的他,毫无学习天赋,早早便辍了学,十几岁时,就跟隔壁村的混混经常搅在一起,天长日久,备受盗墓潮流熏陶的郭孝平,也逐渐对这片蕴藏巨大财富的地下金库动了歪心思,于是抱着发财梦想的他,经熟人辗转介绍,决定去搞盗墓。 没多久,收拾好行装的郭孝平,点风风火火的离乡了,自从走上这一行,郭孝平就一直以胆大心系著称,他在盗墓圈子里,小有声望。 还由此结识了分布全国各地的人脉,只要有同行发现新宝贝,郭孝平便能第一时间赶到此处探幕,经过熟人捣手转卖,郭孝平已经攒下了不少钱,在以万元户为荣的八九十年代,这绝对是聚才。 但常在河边走,哪有不失邪,与他相熟的那几个同行接连栽了跟头,不是在盗墓时死于机关暗器,就是在挖东西的过程中被竞争对手所害,一来二去,颇有小聪明的郭孝平还真的安然无恙。 这要得益于他自己稳固的人脉关系网,也离不开那一贯秉持的见好就收理论。 可郭孝平永远不会预料到,自己多年坚持的险中求富贵,却换来了他巅峰之后的没落。 分金定学,意外发现,光阴流转,1994年的春节也将如期到来。 在这个万家团聚的阶段,已经出门淘金半年有余的郭孝平,刚刚返回村里,看着村民们各自准备年货,全都沉浸在喜庆气氛中,经常背井离乡的他,也寻思着歇一阵子再战。 就在郭孝平出村赶集的那天,他从聚在大树下谈论八卦意识的同乡口中,得知LA一个惊人的消息。 他们说,郭家村中一位姓侯的干事,无意中在家村落附近发现了一个古墓,听到消息的郭孝平淡定地继续赶路,心里却暗自记下了那一次古墓的具体方位。 第二天,他便顺着村民所讲的位置来到了郭殿村旁边的山里,可惜,无论怎么郭孝平怎样探看,他都不能确定古墓的具体位置,这种模棱两可的勘察经历,在他多年的盗墓经历中还是头一次遇到。 一想到大家将这里描述得会声会色,郭孝平就更加不愿放弃这唾手可得的财富,随后他爬向高处,将整座山的走向尽收眼底,从而再次得出了附近风水并非大吉之兆的结论,一无所获的他,只能选择先回家再做打算。 当晚,郭孝平始终心思沉重,躺下后更是辗转难眠,因为自己心里始终存了个遗影,所以他决定带上全部的工具再去仔细探查一遍。 随即,他就趁着月黑风高,来到了白天探学时尚未确定的土坡下面。 没多久,郭孝平便发现了一处别样的坑洞,那个猴干屎,就是前些天经过这里之后突然掉下去的,待郭孝平寄出洛阳铲,连挖了十几下也没有什么收获。 正当他快要放弃时,最后挖上来的这坡土,不禁让这个老手也心跳加速,首先,这清白交错的土跟周围的土壤颜色完全不同,用鼻子嗅嗅,一股熟悉的木土味道扑面而来。 其次,这土壤沙沙的质地也并非普通的泥土可比,对此,郭孝平喜出望外,他觉得自己仿佛撞了大运,居然能在家门口发现这种典型木群表现的五花夯土特质。 经验丰富的他,决定先将现场进行掩埋和伪装,待定好计划后再实施盗墓,毕竟跟他共同竞争此地的还有同村的侯某一干人等。 作为盗墓老手,郭孝平深知,这是绝不能轻举妄动,既然这消息能传出来,就说明这群人目前还未得手,又或者,他们的盗爵遇到了什么阻碍,自己如果想先下手为强,那就必须要谋定而厚动。 2月22日晚上,经过几天的准备,郭孝平带着自己的好哥们李立新,李华,朝着掩埋好的坑洞出发。 这两人不仅是他的同村发小,更是他多年盗墓的默契搭档,大家都想过个肥年,所以在郭孝平的鼓动下,三人一拍即合。 抛尸荒野。 来这里之前,郭孝平先分析了大墓的情况。 三人决定分工合作,先清理周围的尘土,再根据墓穴的具体位置下手,在郭孝平的带领下,二里紧随其后,你一缠我一缠,干得热火朝天。 两个多小时后,三人探到了墓穴上方,郭孝平一边嘱咐另外两人不要轻举妄动,一边拿出蜡烛点燃试验,看着烛火在黑夜里闪烁亮光。 三人对视一眼立刻了然,要想淘点宝贝,等会必须戴着防毒面具快速进行,否则大家都会有生命危险。 随后,李华负责望风,另外两个分别负责减货和疑货,在一夕光亮的映照下。 郭孝平在主官的旁边发现了许多陪葬物,他连忙取出工具,以此来试探墓穴内是否有机关,确认安全后,他与李立新迅速将数件皮骨,铜鸟和木雕放进袋子内。 第二天,三人便带着到来的随葬品来到古湾黑市的老熟人处,只见这个名气贩子将铜鸟等物翻看几下,就竖起了大拇指。 随后,他还告诉三人,如果可以搞来墓主人的随身衣物或投室,那会更加值钱。 经过简单商议,已经收获颇丰的三人仍旧不肯罢休,他们仿佛杀红了演艺般,准备收拾一下重新下墓。 2月24日,郭孝平与提前约好的李华,李立新再次回到了老地方,一般情况下,那个年代的盗墓是不轻易开瞩木棺材的,一是圈子里有忌讳,二是害怕自己像前人一样受到暗器与联合陷阱的攻击,从而命丧黄泉。 三人对此心知肚明,但巨额之财的诱惑,还是让坠坠不安的他们彻底妥协。 于是,三人更换了手中的工具,欲从不同方向将其撬起,棺材才刚刚打开一条缝,眼尖的李立新就突然惊呼,有鬼呀。 本来郭孝平还在斥责他,就是自己吓唬自己。 可当棺盖全部开启后,他也顿时傻了眼,原来,映入眼帘的根本不是森森白骨,而是容貌完好,一是俱在的贵族女士。 要知道,夏木遇见这种貌似活人的诗诗的概率,绝对是微乎其微,在盗墓圈子,如果谁能夏木挖倒他,不说富可敌国,至少也是下半辈子吃穿不愁的程度。 刚才第一个发现湿湿的李立新,被吓得魂飞魄散,早就连滚带爬地逃到一边了。 向来胆大的郭孝平决定亲自查看,他伸手摸到牧主人的胳膊,上面的皮肤居然跟正常人一样,富有弹性。 脸上虽有皱纹,但整体气质一看就达官显贵,看到郭孝平还在犹豫,李华就拿着绳子将牧主人脖子固定,随后便直接上手拽衣服,被湿湿惊到的郭孝平马上回神, 与他配合着拖拽衣物,可神奇的是,衣物竟牢牢地粘在尸体上。 情急之下,李华使劲拉扯,尸体与衣服不仅没分开多少,其脸部,胳膊还出现了裂纹,头发更是瞬间脱落,场面一下变得惊悚,被吓到一旁的李立新赶忙道, 听说搞坏尸体是要命的,要不咱们别干这票了吧。 事已至此,郭孝平和李华拿肯罢手,愤怒的两人,从女尸的头饰上拽下几个人。 一颗大珠子,又顺手带走了其他珍宝,看到这具古诗已无利用价值,他们就将稻洞掩埋, 又用绳子将其拖到野地里,盖了些草,便匆匆逃走,千年一计被毁。 就这样,丧心病狂的三人将珍贵的地下墓群损毁,直到一场大雨后,被村民发现,举报给当地警方。 这桩盗墓案才得以重建天日,据派来的考古学家奖,三人所在的四方乡郭殿村地下,正是多年前的济山古墓群,附近所有被盗过的古墓。 都隶属于济南城遗址,已经被发现的古墓就超过了三百座,上代挖掘的更是数不胜数。 经过盗墓贼的疯狂席卷,这片大型墓葬群已经损失了它原有的价值,有很多文物的出处更是无从考证,被暴失荒野的那个墓主人被考古学家推断,比马王堆发现的新追夫人还要年代久远。 这种罕见的施施可以几千年都不腐烂,具备相当高的研究价值,但是,相关人员只能无奈停止,毕竟,遭受严重撕扯油被大雨,空气洗涤后的千年女尸早已面目全非。 形容枯搞,如此痛心的结果实在让人愤恨。 随即,警方发动了周围群众并进行悬赏举报,负责文物保护的人员与警方通力合作,在一周内就将这里的大型墓葬加以封控,警方也顺着大家举报的线索快速摸牌,没过多久,平日甚少在村中久留的郭孝平变成了头号怀疑对象。 半月以后,在一次跨省抓捕行动中,郭孝平,李华,李立新三人相继落网,虽然他们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,但那副无知又无畏的样子实在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。 当他们将犯罪经过交代完毕后,警方马上顺藤摸瓜,追回了一部分赃物,可惜的是,已经有不少文物被捣售,转卖至海外等地。 随即,荆州警方综合了审理材料,将他们移交给了检察院,经过法院的后续审理。 这桩今天盗墓案的主谋与从犯均被判刑,郭孝平,李华,李立新三人被判处死刑。 1995年5月25日清晨,他们被带走执行了枪决,从刑场传出的三声枪响,震飞了停在电线杆上的鸟,更给所有心怀不轨之人敲响了警钟。 在此案告破之后,负责侦破古市盗墓案的专案组成员,又连续打掉了两个盗墓团伙,虽然还有许多盗墓贼在全国范围内逃窜,但是我们始终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,但永远不会缺席。 作为普通老百姓,我们一定要加强古墓等文物的保护意识,只要将它们一一存留,就是在保护我国延续数千年的浩瀚历史。 不管做什么事,大家都不能违背良心,触犯法律,否则,偶然的一己贪念迟早会给你带来灭顶灾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